为在台东女中对面建立至今已经有80年历史的日式老宿舍 经过了台东县政府的规划以及民间业者承租经营之后 让整个空间是布满浓浓的日式氛围 不少民众来到这里享受亲食餐饮 让老宿舍重获新生 成为了三五好友聊天的好去处 早期台湾受到日本统治数十年 让台湾人对日本存在着一种深厚又复杂的情感 即使到了今天还是能够在生活中看到许多关于日治时期的文化与历史痕迹 位于台东市民权里的一群日式老宿舍 经过了快80年的岁月 虽然已经不再住人 但是透过县府的规划以及民间业者积极的进驻经营 让这些老宿舍活了起来 初出实验坊这边它以前是东旅的教职员宿舍 那之后我们是跟文化处承接 那我们的经营是因为我们主理人一家四姐弟 他们生长于台东 那之后在台北和海外各自有发展自己的事业 但他们对台东这块土地一直有很浓厚的感情 也一直在找机会想要回到这块土地来做服务 那我们出出实验坊就是以一个结合咖啡花艺 文创商品还有在地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空间 不论是当地人或者游客 来到这里都被浓厚的日式风格所吸引 在这里度过漫漫的午后 这种日本式的建物就像咖啡喝和遊玩 有什么感觉吗 我感觉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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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欢的点是什么 什麼意思? 日式建築現在在台東越來越少 所以來這邊也可以體會到一些 古時候的日式 我們早期的那種日式的文化那種感覺 不錯帶小孩子來認識體驗一下 享受一下這個工作之餘的那種放鬆的心情 來這邊談天說地 是不錯的很棒的一個台東的一個休閒的地方 到初會來到初初這邊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經過 覺得它的外觀很日式還蠻吸引我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下午進來 我這一進來眼睛一亮發現裡面的建築蠻日式的 像在台東很少有這種建築 然後所有的氛圍能夠讓我來這邊很輕鬆很放鬆 而且前面有一大塊的草皮 如果有帶小朋友來這邊的話 小朋友也可以在庭院裡面跑來跑去 所以說大人也可以放鬆 那小朋友也可以玩得很盡興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邊的環境 未來在民村裡的老宿社群裡頭 也會規劃展覽、音樂表演與花衣課程等活動 民眾不妨在閒暇的時候來到這裡沉澱心情 享受難得的午後吧 記者韓啟倫,台東市報導 記者韓啟倫,台東市報導 我可以從頭到 realmente到最後的地方